嗨 欢迎来到亚视赛程攻略 我是周瑜 不知不觉巴黎奥运 已经来到了第十天 昨天惊险又刺激的 宇宙男双铜牌赛 你看了吗 大马男双谢苏组合 激战三局惊喜逆转 成功打败世界第二的丹麦组合 为大马拿下巴黎奥运会的 首美奖牌 谢苏未免男双铜牌 把大马推上了奖牌榜的第61位 至于能否在奖牌榜更上一层楼 就要看今晚大马时间8点30分 开战宇宙男双铜牌赛 大马一哥李芷佳对阵印度名将拉莎生 距离夺得体育生涯 首美奥运奖牌 李芷佳至插最后一步 芷佳加油加油加油 东京奥运冠军安赛龙 和泰国世界冠军昆拉伍特的 男单金牌焦点之战将在金管引爆 时间是大马晚上的9点40分开打 横扫半角时时雨期和李芷佳的昆拉伍特 这回是来势汹汹 要为泰国赢下历史的首美奥运羽球金牌 不过连续两届赛会都杀入决赛的安赛龙 也想追凭林丹的记录 取得奥运二连霸 两位高手的这场决战肯定很有看头 羽球女单金牌赛则是迎来了中韩大战 半决赛惊险晋级的中国选手 何冰娇对阵韩国世界第一安喜盈 被视为夺冠大热的安喜盈是28年来首位 晋级奥运会决赛的韩国女单 距离职业生涯大满贯还差一枚的奥运金牌 何冰娇则是在八强击败队友上届冠军陈宇飞之后 肩负着为中国女单保住金牌重任 两人之间谁能成功登顶 答案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55分 就会揭晓 接下来我们换个焦点 一提到女子单人10公尺跳台 你会想到谁呢 没错中国跳水名将全红残和陈玉希又要登场了 大马时间下午4点和晚上9点 上演的预赛和半决赛将会是全红残和陈玉希 这对好姐妹的巅峰对决 他们早前刚夺下女子双人10公尺的跳台金牌 男人项目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牢牢锁定双保险 不管是谁在金都是本届奥运个人第二金 让我们一起期待水花小时数这次经验全场吧 镜头转向体操 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还能不能续血传奇呢 一定在巴黎奥运收获三枚金牌的他将在今天出战 女子平衡目决赛和女子自由体操决赛 有望在一天内连夺两金 将为自己的奥运金牌数量增加到9枚 接着我们跳入田径赛场 为什么要跳呢 因为男子撑竿跳决赛八次突破了世界纪录 瑞典撑竿跳巨星 都普兰蒂斯将在大马时间6号凌晨1点上场 他这一次的未免之力最大罪手就是自己 今年的厦门钻石联赛上创下了6.24公尺的世界纪录 他这一次能不能跳出新高度 我们拭目以待 OK 看奥运赢金更多精彩的巴黎奥运赛事 继续留守压史新闻